昨晚有个很重磅的消息在传 说查到易方达、中信、华泰、华安等很多公募基金经理 通过场外期权做老鼠舱 一共涉及到300人左右 现在已经被锁定了30多人了 这件事情很大 如果属实将会是公募基金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 真相是什么呢 我们等官宣就好了 不过我想以我对国内期权市场的认知 来谈谈期权做老鼠舱可能的方式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其中的端倪金方商量 首先以前我们看到的老鼠舱都是基金经理 掌握了基金的买卖权利 然后外面搞些影子账号 这些账号进货 基金这边就帮忙抬轿子 这种方式 证监会现在已经有很多大数据的手段 可以查了 比方说比较所有账号的买卖时间金额这些等等 对吧 但是期权这边就相对比较隐蔽 中国也没有厂内的可以跑踏出去的个股期权 只有找券商定制的厂外期权 目前监管对这块是相对比较松的 这些期权通常的买方就是大户或者是机构 卖方也就是写期权的一方就是券商 以我的了解基本上这种厂外期权都是做多的个股期权 或者叫扩 也就是说靠股票上涨杠杆的盈利 很少听说有做空的这个厂外期权 和股票不一样 期权百分之百都是零和游戏 如果买扩放盈利了 就相当于写扩的券商亏钱了 那券商为了对冲风险 也会先买入股票 然后再写扩 扩商如果亏损 股票上就会补回来 券商就是挣买卖差价手续费 怎么也不会亏的 第二 公务基金本身是不能买扩的 老鼠商的具体操作就是先安排 利益关联方找券商买扩 然后基金经理拿起股票的价格 因为带杠杆 股票涨个哪怕20% 扩上的盈利很可能都是好几倍了 然后扩到期了 盈利就落入了自己的代理 公务基金里面的股票接下去大跌 也只是基金的投资人的事情 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卑劣 最后我以前给大家说过 美国期权到期日 就像事务日这种 整个股市都会很波动 其实期权老鼠商也是这个道理 不同的是人家大部分是厂内期权 厂内期权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现在有什么期权要到期 有多少数量等等 所以可以做出相应的交易对策 但是国内这帮人搞的是场外期权 信息不公开 所以不光坑了基金的投资人 还把所有炒这个票的其他的股民 也放到了信息烈士的地位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证监会 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